音樂 來到我們EETV家居裝修小貼士 現在陳小姐說介紹中式窗簾部 未來看窗簾部 我看一些陳老中式 是 比較中式的 這個區域是比較新中式 屬於新中式 因為咱們現在比較傳統的中式 就比較可能在咱們年輕的這一輩 可能比較落後 那咱們這一個新中式風格 它的色彩還有一個整個的蓮頭 都是屬於比較新中式 不會說咱們一個比較傳統 比較老的那種 比較沉悶 對 這種是比較新潮一點的中式 色彩也比較鮮豔 而且這種面料呢 它的這個工藝區別 剛剛咱們介紹的 它這一款是提花 提花的話 它這個立體效果就非常好 一個花形的立體效果 咱們現在就是可能很多都需要那種 說凸顯一個這樣子的亮點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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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一個亮點的存在 上面這裏是融的 對 上面這個是一個蓮頭 是一個融布去製作的 有點像蓮頭有點像祥雲的那個 不相信都用了中式 對 對 對 這一款布料的話 我們也有做一個大洋展示 在這邊看一下 好 這一款的話 是咱們的面料是真濕的 一個真濕的面料 這個蓮頭的話 它就比較傳統一點 有一個鳳凰 還有一個咱們的中國的一個牡丹 對 然後這一款布料的話呢 還是咱們一個家房長會 秋季的一個春季的一個流行面料獎 對 它這個就很中式了 對 這個陳凡的 對 一頭的 喂 陳小姐這個 真是幾中式 是 咱們這個是一個牡丹 這是一個牡丹花 中國的國花 一個牡丹花 很富麗堂皇的 對 而且底部都很漂亮 對 這種是珍絲的 真濕面料 真濕的 對 這次就很貴 起碼四千元 過來這邊咱們有優惠 香港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話 對 但是EETV的鎖有優惠 對 好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顏色 對 這個的話也是屬於另外一個顏色 這是牡丹嗎 對 也是牡丹 剛剛的另一款顏色 這款顏色 它這款顏色比較突出一點 有一個亮點在裡面 這個就是黑臂 對 這種是繡花的一個工藝 咱們繡的這些顏色比較新潮一點 屬於新中式風格來說 也不會說古古的那種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EETV的觀眾是不是打個五色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可惜我來這裡先講 要找郎小姐過來就可以有這個折扣 找陳小姐可以 好 再去看兒童區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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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